各位朋友大家好 2023年7月份 刀狼的裸沙海市风靡全球 物斗有殴 2023年8月份 华为的5G手机又震惊了全世界 这一次我们不得不聊一聊任正非 他是中国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的创始人之一 而华为是全球领先的信息和通讯技术解决方案提供商 任正非于1987年创立了华为 并担任了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30多年过去了 任正非一起在科技领域的领导地位和创业精神而闻名 他的远见着实和长期布局 在华为的发展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一些观察家认为 他的领导和决策 使得华为能够迅速撅起 为全球领先的电信设备制造商和5G技术的领导者之一 华为的成功可以追溯到多个因素 包括强大的研发能力 全球市场拓展 持续的创新和投资 以及在通信技术领域的长期战略规划 任正非的领导下 华为不断扩大全球存在 并在5G人工智能云计算等领域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总之 任正非被认为是一处杰出的商业领袖 他的远见着实和公司的长期战略布局 为华为的全球成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这主要展现在许多方面 首先创新和研发 华为一直注重创新和研发投入 公司在通信技术5G人工智能云计算和物联网等领域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这种创新精神和技术领先地位 帮助了华为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第二 全球市场 华为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广泛的业务 涵盖了电信设备 智能手机 企业解决方案等多个领域 公司的国际化战略 是其成为全球市场的重要参与者 第三 人才和文化 任正非强调公司文化和人才的重要性 华为鼓励员工创新奉献和团队合作 这有助于推动公司的发展 第四 安全和隐私 尽管华为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但公司也面临着一些所谓的国际安全和隐私方面的争议 在美国的干预下 一些西方国家对华为的设备和技术采取了限制措施 第五 全球供应链 华为作为电信设备制造商和智能手机制造商 参与了全球复杂的供应链网络 公司的全球化战略 是其依赖于来自世界各地的供应商和伙伴 因此 国际贸易政策和地眼政治紧张局势 对华为的供应链和业务运营构成了风险 第六 5G技术领导 华为在5G技术方面走在全球的前列 这些技术对于未来通讯和互联网的发展至关重要 因此 华为的领先地位在全球通讯市场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七 公司治理 华为采用了独特的公司治理结构 其中公司的所有权掌握在员工手中 这种模式在全球范围内备受关注 因为它不同于传统的股东拥有公司的模式 第八 持续发展 华为不仅在技术上进行创新 还在可持续性和社会责任方面进行投资 公司继续参与社会事务 并推动数字化和可持续发展 第九 国际竞争 在全球科技领域 特别是在智能手机和5G设备市场竞争非常激烈 华为在全球市场上与其他重要竞争对手竞争 如苹果 三星 诺基亚和爱立信等 这些市场上的竞争对于公司的市场份额和盈利能力具有重要的影响 第十 长期的远景 任正非一直强调华为的长期发展远景 公司致力于建设全球数字化社会和智能化经济 这需要持续的创新和技术投资 第十一 创新生态系统 华为鼓励建立创新生态系统 与全球的开发者合作伙伴和客户合作 以推动技术进步和解决全球性的问题 这种开放合作模式有助于扩大公司的影响力和可持续性 第十二 发力和政策挑战 华为在一些国家面临发力和政策方面的挑战 包括与美国政府的贸易争端和安全与担忧 这些问题对公司的国际业务产生了不确定性 第十三 高科技领域的领导 华为在高科技领域取得了领先地位 尤其是在通信和网络设备 云计算 人工智能 以及半导机技术等领域 公司的技术创新对于全球科技进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第十四 全球合作与标准定制 华为积极参与全球技术标准的制定和开放创新生态系统的建设 公司与各种国际组织 行业协会和合作伙伴合作 推动技术和产业的发展 从而有助于全球数字化转型 第十五 社会责任和可持续性 华为致力于社会责任和可持续性发展 包括推动绿色技术和可持续性功能量 支持教育和培训 参与慈善事业等 公司强调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性 第十六 面向未来的挑战 随着技术和市场的不断演变 华为将继续面临挑战 如数字隐私 数据安全 市场竞争和全球计言政治等 解决这些挑战需要灵活性和创新性思维 第十七 国际合作 尽管华为面临一些国际政治压力和贸易争端 但公司仍继续与全球合作伙伴开展合作 包括与全球电信运营商 企业客户 以及各种科技公司的合作 这种国际合作有助于推动 华为产品和解决方案的全球传播 第十八 人工智能和数字化转型 华为积极透入人工智能领域 并为各种行业提供数字化转型解决方案 公司将人工智能 是为未来科技的核心驱动力之一 也望在智能城市 自动驾驶 医疗保健等领域发挥重要的作用 第十九 创业精神 任正非的创业精神和决心 被认为是推动华为成功的因素之一 他的领导风格 强调创新 实干和坚持 这些特质 也深刻影响了华为的企业文化 第二 未来展望 华为面临着快速发展的科技行业 和竞争激烈的市场 公司将继续努力 在技术领域保持领先地位 推动数字化转型 同时也需要应对 国际政治和市场竞争等各种挑战 随着新技术的不断涌现 如6G通讯 量子计算和生物技术等 华为将继续投入 研发并寻求在新领域保持领先地位 公司将面临如何应对 技术快速演进的挑战和机会 第二十一 人才吸引和培养 华为在全球范围内 吸引了来自不同国家和领域的人才 公司不仅重视技术专业人才 还注重领导力和管理层面的培养 人才队伍对公司的可持性发展至关重要 第二十二 教育和培训 华为积极参与教育和培训 包括与大学研究机构和培训中心的合作 这有助于培养科技领域的人才 推动技术发展 第二十三 知识产权和专利 华为在全球范围内积极申请专利 并保护知识产权 公司拥有大量的技术专利 这不仅有助于维护市场竞争地位 还以有助于推动技术行业的创新 第二十四 社会参与 华为积极参与社会事务和慈产活动 公司支持各种社会项目 包括教育 文化保护 环境保护和灾汉救援等 第二十五 全球影响力 作为一家全球性公司 华为的决策和行动 对社会产生广泛的影响 公司需要继续考虑 如何积极参与社会事务 推动可持续性发展和社会责任 公司的产品和解决方案 被广泛应用于各种行业 从通讯到云计算 智能城市和物联网 第二十六 全球品牌和市场 华为逐渐建立了全球知名度和品牌价值 公司的智能手机在全球市场上表现出色 并在一些国家市场上挑战了其他领先品牌 在全球范围内 维护和拓展市场份额 将继续是公司的重要目标之一 总的来说 华为和任正非代表了中国科技企业 在全球舞台上的突出地位和影响力 华为作为一家全球性科技公司 在技术创新 市场竞争和社会责任方面 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华为的成功和任正非的领导才能 和公司团队的奴隶密不可分 公司的未来取决于其领导层的战略角色 全球市场的动态 以及公司的能力来适应和引领 科技行业的发展 任正非作为公司的创始人和领导者 将继续发挥 关键作用引领华为面对未来的挑战和机遇 然而与许多全球性科技公司一样 华为也面临着各种挑战和压力 需要继续适应和应对 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 包括与美国政府的贸易争端和安全担忧 这些问题 是在华为的发展面临着更多的不确定性 华为的未来将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包括全球市场动态 技术进步和国际政策 任正非作为公司的创始人和领导人 将继续在公司的战略决策和远景方面 发挥关键作用 引领华为向着 尘球化 创新和可睡性发展的方向 稳步前进 再次完成